這就是拆掉我覺得蠻可惜的 15號深夜時分 台北市信義路和基隆路口 這座存在30年的人形路橋 終於要和民眾說拜拜 深夜到白天 不少民眾都特地來到天橋旁拍照留念 大型機具進駐 15號晚間先拆除樓梯 16號拆除基隆路主樑 23號再拆信義路主樓 工程分三天完成 一種歷史性的結束吧 有一點可惜 紅綠燈的控管有更好 對行人是更友善的話 我覺得倒是沒關係 拆除期間包括信義路 與基隆路口等周邊道路 都會擴大管制或封閉 日後民眾開車從信義路 要往國道3號 必須提前在光復南路路口改道 往基隆路地下道 要提前在永吉路或中孝東路路口改道 另外基隆路或信義路右轉 會採用車道掉撥到凌晨分散車流 由於當地車流量龐大 為了降低對民眾通行的影響 現場也會加派人員指揮交通 也提醒用路人盡量繞道 節省時間 華視新聞許麟珍彭冠玲 台北報導 我是吳怡環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